海豚大兽仰视游泳特技 一个转身月出水面扭动身体 在瞬间潜入水底 可爱海狮挥手顶球 卖力表演与观众互动 海洋公园里照拍海狮秀及海豚表演 每次开演都吸引大批人潮 不过这些表演即将落幕 今年113年7月29号 动物展演许可管理办法修正以后 保育类的野生动物 如果要经过动物展演的话 必须先经过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认可 观众或许看得很开心 不过这展演却与动保意识背道而驰 农业部7月底公告新版动物展演管理办法 展演业者的展演计划内容 都需要主管机关同意才行 再者金屯是野生动物保育法规范的保育类动物 新版法规等于宣告 国内金屯秀应划下据点 海洋公园在2016年就已经启动了 所谓的海豚展演的一个退场的机制 后去的转型我们将成为亚洲最大的一个 金屯救援教育基地 其实我们多年前就已经取消 那个过往法西转式的那个表演方式 介绍海洋中午的生理 生理构造跟生态实行的方向去最容易游客 中央表示将会与学者及动保团体合作 协助业者调整不适当互动表演 民众也乐见其成 只要有可以跟海豚有互动 我们不一定需要他表演 我也才搞形才这样就很自由 金屯表演才是吸引游客的主要诱因 随着时代变迁动保意识高涨 表演即将退场 业者转型成教育或救援基地 人能寓教愈乐